看看什么叫做人狠话不多 男人来买枪 行于流水的燕枪动作顿时惊呆了枪贩子 怎么个事 竟然比我这个退役海报还牛逼 难怪 原来是个当兵的 原本以为男人只要一把手枪 可没想到 真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看来今天是遇到贵人了 就在喜笑颜开的枪贩询问男人有没有带购钱时 男人却说 这不就是恶狗下茅房 找死吗 火冒三丈的枪贩随即掏出腰间的手枪 可下一秒 剑撞 瘦子把腿就跑 但男人却行若无事 不慌不忙地给手枪重新装上子弹 随后转身瞄准了枪贩 就在枪贩以为自己逃出生天时 一颗子弹也飞向了他的后脑勺 你以为故事就这样完了 然而这才刚刚开始 痛打持枪凌弱的混混爆裂中情局特工才是重头戏 简单粗暴不服就干 喜欢这类影片的千万别错过看原片